一名男子手上抱著快遞包裹 離開超商快步穿越馬路 看似正常的取貨行為 沒想到背後竟藏著一樁炸棋案 應該炸棋案 那這樣具體好 掌握嫌犯身分 大批員警上門逮人 而男子配合度高 似乎早就做好行李準備 甚至向警方攻撐 已經剃好頭髮準備被抓 不管是網路購物 還是寄送包裹 都可以在超商取貨便利快速 但就有詐騙集團 看準這個電到電 寄送的漏洞 假冒店員炸領包裹 將領袁包裹 頭天換日 手法就向電影情節 警方調查後發現 原來余姓及文姓嫌犯 兩人從新北市板橋區 繼領袁電到電包裹 到台北市中正區門市 並利用城市漏洞 多硬取或條碼 同時從購物網站 訂購智慧型手機等高價商品 選擇獲到付款 再串通週信 大夜班店員 把領袁取貨條碼 貼在需付款包裹 在12月26號凌晨3點到4點間 炸領26件包裹 得手51萬元 而周信超商店員 作為這場騙局共犯 似乎也是有備而來 12月1號才報到 12月底一犯案完 就馬上離職 整件事情直到 原包裹與其未取 退貨通知出現 店長才發現商品 已經不翼而飛 將自行所列印之 寧願取貨條碼 覆蓋於原包裹條碼上 並成功以寧願取得 多件包裹 隨後有兩名共犯 將包裹變賣為 不乏所得 最終文姓嫌犯 被懷疑是整起案件 主謀遭到羈押 但一連串規劃 緩密的犯案手法 警方也懷疑 沐浩還有藏鏡人 策劃指揮 接下來還要持續 向上追查 近新聞 吳明慶 陳生意 藏不倒 立刻下載 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